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戴高正 在《千金丫鬟》中饰演方天逸 你们的二爷 若是不想错过我 就给我乖乖听话 下载优古国际版APP 和我一起追剧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泽 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你 所以过来接你 二爷他昨天晚上为了救我 受了很重的伤 我知道 我也是担心二叔 所以过来看看 你是担心我 还是担心我把你未婚妻给抢回来 二叔身为长辈 请顾忌自己的身份 听瑶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我不允许你这么羞辱她 那你要看来你有没有资格说这话 我没有资格 难道你有吗 她伤得很重 别碰我 怎么 你是害怕我伤害她吗 语泽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她 我警告过你 你又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别看你是我侄子 我不会跟你留任何经验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请二叔管好自己的事情 听瑶是我的未婚妻 我自会守护 就不劳二叔多费心了 不管祖母怎么说 我与听瑶下月都会举行婚礼 二叔也好自我地知 你昨晚照顾了她一整夜 她昨晚很危险 我不得不这么做 你忘记她对你做过什么吗 就因为她救了你 之前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当作没有发生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我最近很乱 我只是不确定 不确定 你到底有什么可以不确定的 听瑶 你不会是对二叔 不是 我不可能 我知道她是我的仇人 可是 她却舍命救我 雨泽 她昨晚差点就死了 我只是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是 听瑶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 更不应该凶你 只是因为我太在意你了 走吧 Beverly 真是希依课呀 没想到来看我的人 竟然是你 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小时候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在偌大的方家 想要找到一个说话的人 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你 是吗 那方雨泽呢 当初你之所以那么费劲心力地 回到她身边 却跟她无话可说 雨泽是我的未婚夫 我曾经以为 我可以跟她无话不谈 坦诚相待 可是最近 我感觉她好像变了 变得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 真是日久见人心 老祖宗的话 果然没错 你跟雨泽相处了那么久 你能告诉我 她是值得信任的吗 你这话不该问我 我要是你 我会选择相信那个愿意舍命救我的人 你是指 阿爷 每眼人都看得出来 二爷算是对你情深义重了 他是我们董家的仇人 你要是这么笃定 你今天就不会来招募倾诉了 董廷阳 真正的仇人 是不会把仇人两个字写在脸上的 董廷阳 你喜欢的 究竟是方雨泽 还是当年树下的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雨泽就是方家少爷啊 如此说来 若是方雨泽不是方家少爷的话 你便不喜欢了 我不过是想提醒你罢了 游走于书职两人之间 舞玉与玩火 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要是你 我会紧快做出选择的 我会紧快做出选择的 总算是挺过来了 总算是挺过来了 但是你失血过多 身体虚弱 让底下人给你好好补补 那些照片你都看了 董家人身上的那些子弹 跟你上次在军火库中所建的子弹是一致的 也跟都军府门口那帮杀手所用的一样 那批武器是英国人今年初最新研制的 应该就是流入黑市的那一波 二爷 这就证实了咱的猜测是没错的 那晚都军府门口的杀手 也是方雨泽安排的 黑市鱼龙混杂 或许另有眼睛 你还在替他找什么借口啊 董家抓到那批人如此绚练有素 说明他谋划那些秘密军事啊 就不是一日两日了 你非得要等到他把枪口对准你 才动手吗 你是我亲侄子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实在想不出来他这么做的理由 等我找到确实的证据再说吧 我 刘副官 你不要再说了 让二爷好好休息一下 他心里自有分寸 请 最近可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了 万一再受点什么伤 我可不保证还能救得了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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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完 人间的聚散 时光流传 后卫不变 不过笑谈一片 很远纠缠 也尽管起我与手 数一只誓言 风起云彩 落一声轻弹 命运无常 寻起誓言 眼底有没有变 而却才能 容我的怀眼 悲喜不过后 一双泪眼 爱恨难眠 只剩无间 谁不变 谁不变 谁能不变 爹 愿者会 愿者会 不投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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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了什么